我提以下的建议 第一 强化国民教育 家和国本位一体 香港和内地血脉相连 但在香港一些人的心目当中 只有家没有国 更加不治家国情怀的民族大义 中小学国民教育被严重妖魔化 至今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 造成学生认知混乱 建议中央政府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多出香港特区政府切舍旅行哲哲 推动国民教育工作落实落细落地 第二 尽快落实本地法律 与基本法的衔接工作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充分使用司法权和监督权 就基本法第23条 立法做出明确指引和多出落实 第三 以更大的力度推进香港 与祖国内地的深度融合 建议由中央政府主导 建立香港各界人士 特别是大中小学生到内地 穿访的常态化机制 同时出台鼓励香港居民 到内地学习 就业 创业 定居的新政 增加相务认同 让爱国爱港队伍 兴火相传 不断壮大 被港独势力的追随者 销声夜捷 第四 持续壮大 爱国爱港的预论阵地 建议以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为基本盘 建设一支忠诚可靠 能打硬仗的预论斗争队伍 以媒体平台建设为抓手 支持爱国爱港人士 和社团创办媒体 做强做大 反港独的预论阵地 特别是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 向世界讲述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故事 让东方之珠再放光芒